故此二何说一概 又昏昧无堪韧性名为昏尘 昏昧心极略性名为睡眠 你看他睡眠就不以 你有没有躺下去睡这样来定义 当然也是 但是他用一个更特别的定义法 他从昏尘来 他说心堪认不了 这样就叫昏尘 那这个不堪认到极端了 什么叫到极端 连动作都不能了 本来是不堪认 是起不了作用 但还能够看着 还能够面对 我喜欢这个 我还知道我喜欢 我还手去拿 但是我就在那个喜欢贪爱 执着他清净相当中 没有起正观 但现在呢 我连去拿都不能 我极略的不堪 极端的不堪认 不堪认到怎么样 整个身心 身重心魅 完全睡着 那这样子 其实是从昏尘 昏尘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做到这样 这样子的睡着 名为睡眠 好 这就隐藏了一个概念 那如果我不这样子的睡眠呢 那就不叫做睡眠 那叫具有明相的休息 他就不叫睡眠 他定义这样 这时候不叫睡眠 有人睡着了 还能修 所谓的睡瑜伽 睡眠当中有明相 清静相 正念相 灿公常常叫 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 要观想 莲花青黄赤白 在你的头脚的两侧 然后呢 想着呢 我现在躺在 要右斜而握 右斜狮子握 心脏在上方 胃在下方 胃就不会垂下来 那胃在这边 肝在这边 所以刚好 他是大的器官 那刚好垂起 他的胃移很低 不会造成你内部的黏膜剥裂 你如果这样睡的话 胃呢 会往下 你黏膜要拉得更紧 所以就不会 那么心脏呢 现在一直在跳 从来没有停止工作 你就不要压到他 所以他在左边 所以要右斜而握 第一 第二要取弓 脚要稍微收一点 让你整天站的这个压力恢复 所以要握如弓 脚要稍微收一点点 再来 手呢 右手是火 耳朵是圣水 右手是火 心火跟圣水相合 叫做水火交融 你的交感神经 跟副交感神经 就歇下来 交感神经 就是会嗨 会做事的 就是一种火 副交感神经 就是让你沉淀下来 就是一种水 因为水的天性就是沉淀的 他是拿这个来比喻 那么耳朵是要静才能听东西 肾 是要静才能凝气 这两个都是静 所以叫做水 那么手 手是拿来做事的 它要有power 有力量的 它是升起力量的地方 它是火 火能生一切 能够产生作用 能量 所以它是火 现在把心 手心 手心 你要知道 心如果受伤 手会酸 就有人这样 伤心到极端的时候 手是酸的 所以手跟心 是相连 所以这就是心火 到这里 会在这个手上 那么你呢 将心火跟耳朵相合 心火 融于圣水 交融 水火交融 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这样 这样睡 你看 佛陀才不理你什么五行八卦 什么养生 但是佛陀自然就是这样子 我刚刚讲那一套是道家的讲法 我们来解释四尊为什么会说 佑写四十卧 是这样睡的 他是这样睡的 这样睡的 你看那个 宏一大师的 他的那个捏盘那张照片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水火交融 心灵安稳 那么呢 在这种心灵安稳的状态之下 你身心作义 是不茫然的 你正作义着极乐世界 作义着忠道实相 生不可得 心不可得 身心虽不可得 但他有 无比的庄严 功德相 睡眠也不可得 现在呢 只是稍息而已 所以心是清楚明白的 这叫睡瑜伽 正睡之前是顺着这个清净相 而睡 所以那个睡 就不是他意味中的什么 哎呀 他意味下的 那个 他意味中的所谓什么 所谓的昏尘跟睡眠 就不是了 所以这个在于潜师地论当中的解释 就比较更广一点 更广 他说昏昧到极略性 极略 就是昏昧到完全不能作用 略就是指省略嘛 就是极端的不能作用 这样叫睡眠 换句话说 你心中还能够正义念 然后 稍息一下子 这个就 不是他定义下的睡眠 所以 睡眠跟昏尘 在他来讲 是严重性的强弱而已 本质是一致的 所以这叫 所以把两个讲在一起 由此昏尘 生诸烦恼 谁烦恼时 无余静远 如睡眠者 无余静远 没有余的静远 什么叫无余静远 就是 做到极致 就是无余 没有胜 极致 最亲近的那个远 就是昏尘到最极端了 就叫睡眠 无余静远 懂吗 是直接由他来引申的 就静远 最近的远 无余 做到极端 就睡着 完全 心昏深重 所以志尔大师 就干脆不谈什么 不谈 昏尘 直接就说睡眠 因为睡眠是 昏尘的最极致 所以说 要不要讲成昏睡 其实就定义来说 也不必 昏尘跟睡眠 是一个比较 没那么严重 一个更严重 这样而已 是这样的 就昏尘的话 还能够稍微动作一下 比如说 你打坐昏尘 就是事 你还能坐着呗 外面有声音 你还听得到 对吧 那睡到极致 我打引擎 你也听不到 闹钟都叫醒不想 叫醒不了你了 还很爱打引擎 那就最极致 无余静远 诸于烦恼 即随烦恼 或因可生 或因不生 若生昏昧 那么若生昏昧 睡眠必定节起 这个是 先讲前面那一段文 无余静远如睡眠者 诸于烦恼 即随烦恼 于烦恼 所以所谓的根本烦恼 或者是随烦恼 或者会跟着 或因可生 或因可生 就是相应而生 或者或因不生 或者没有机会生起 也有 如果很贪爱 外色 那你睡着了 就贪爱不起来 但是你有贪爱一个内色 内在的色 这些 这就是生或不生 会随着各个心所的因缘 而有它的定向 但无论如何 就是同一个什么 同一个昏沉状态 再来就 若生昏昧 睡眠必定接起 就是说 这个 如果你在睡眠当中 一定有那个昏昧像 昏昧不一定直接就进入到睡眠 因为睡眠是最重的 它话是导过来说 若生昏昧 睡眠必定接起 就是如果是睡眠的话 一定会起 一定会起那个 那个睡眠像 昏昧像 真的睡 睡到不省人事 男生在什么状态之下 会检验出这样 你说 一般的男孩子 在初长大的时候 有没有 那男女贪爱啊 晚上睡觉会疑惊 有没有 梦到男女 就疑惊了 都就是昏昧 不正念 不正念 那么西方有这种讲法 西方的生理学 就讲 这个男子遗经是必然的 因为经满则意 绝对不是这样 绝对不是这样 你要起正念的话 根本就不是这样 即便是你 你在这个世俗当中 你也会看到那些染爱像 你心里你睡着的时候 你要养成习惯正念作意 你即便在睡觉 好吧 就算真的让你起 那个男女想象的梦 你还是不会移境 你还是会在梦中会惊醒 会警觉 所以真的是 梦可以修瑜伽的 是绝对是真的 所以没有说睡眠 没有说睡眠当中 男孩子一定固定一个月 就来移经一次 像女人一样 或者几个月移经 不一定 不过当然有时候 教官是怎样 你太累 累到根本不省人事 结果这样移经 这属于完全纯生理的 那这又另外一回事 有人会累到这样吗 累到就会变成 搞成梦遗 完全你问他说 你晚上睡觉 有没有梦到什么 没有啊 他说梦遗 也有这种 那这又另外一回事 但这个也是什么呢 也是不正念 因为太累了 累到你不守根门 这个不是贪 你醒着的时候你贪 晚上不守贪念 移经 女人也会 女人也会 也会 只是说 女子 她比较不是从色相来产生 爱人 她要从感情 第六意识 跟深沉 跟味觉 女人比较属于这三类 包括吃 这三类 男人比较属于视觉 是这样 那他就带到梦中去产生颠倒见 然后就 可能就 守不住 可能就会守不住 可是呢 你叫做正念 你学习正念 晚上睡觉要学习明相 如果我说参公这样观想 或者你观想 生不可得 身心是染无相 你要这样观想 那么不去想到别的 然后你这样睡着 或者你念佛 念到睡着 那么这样 他有个相续的随顺利 或者你平常 你对关心 你就很警觉 你就很警觉 好了 即便在梦中 起了什么念头 你都会警觉 甚至于没有任何念头 只是因为累 他可能不小心就准备 会有那个梦遗的感觉 你都会在梦中会惊醒 你看 他就不是真的这么昏昧 所以于协斯蒂论所解释的 那个昏昏昧相 你在梦中其实是控制得住的 就是睡眠当中是控制得住的 在他的定义底下 这样就不叫做睡眠 不是那完全睡眠掉 就不是了 那么这是修道人 自己用功 自己用功你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这些都是于协斯蒂论 他在定义 所以当他讲睡眠的时候 其实已经包含了昏尘 是昏尘的最极致名字为睡眠 所以智尔大师就不再讲昏尘睡眠 他就直接讲睡眠 以重来说 这也很合理 现在依着于协斯蒂论的定义就最清楚 你会想要走